也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共同參與我們 基隆國際移民論壇 這就是國立基隆很重要的一環 藉用發展多元的共融文化 邀請了新住民 移民代表 和專家學者 舉行國際移民論壇 從婚姻 經濟 談到國際生 三大主題 來自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 婚姻移民也非常多 但他們有很多時候 需要我們的政策支持的時候 政策也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尤其是年老之後的婚姻移民 包括他們的子女的相關的培育工作 其實我們在這次論壇裡面 就邀請了包括我們立法院的 最關心新住民議題的 我們的江啟成 江委員 來談一下整個經濟移民的人口結構 然後我們的人才 那我們政府有沒有準備好 不管是政策也好 還是我們的吸引人才的 相關的配套措施 第二個是我們也邀請了 最關心婚姻移民的廖延豪廖老師 還有幾位老師 包括我們的蔡教授 那他們都關注我們整個 婚姻移民相關政策的 就是完備度有沒有足夠 包括說對於他們的人權 就醫權 生命權 還有他們最主要的 所謂的自由平等權 還有他老年生活之後的照顧權等等 今天在整個論壇裡面 就會做一個專家的對話 季隆第一次舉辦國際移民論壇 政府重發處 廠發處 社會處 和民政處等首長都親自出席 表達是否對多元共人文化支持和包容 那謝國昌市長上任之後 對新住民的這個解釋定義更寬廣 而且更強調的基隆市是一個國際的港都 基隆市不管從過去歷史上 各種的跡象包括戰爭或者是生活 經濟等等的新住民都容易藉由國際港口 進到基隆市 而所謂新的定義是我們現在的國際新住民 不單只有婚嫁 更可能是因為剛剛提到的經濟 也是來這邊工作來這邊讀書 或者各種原因在基隆 長時間或者短暫的來這邊停留 或者是常住 都是屬於我們要服務的新住民對象 基於這樣一個廣泛的定義 基隆市成為一個更友善更有愛的城市 對於市民朋友新住民朋友 我們一視同仁對他提供最好的服務 此外基隆打造友善的移民城市 國際移民生活節將在11月18號 在基隆文化中心廣場登場 歡迎移民新住民和國際生 一起參加這場嘉年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